高端現在願意打的人數 已經破了百萬人了 高端也說他們越來越有信心 認為五百萬劑 一定可以在年底之前提早交貨 那部長也講八月下旬 很多人就已經有機會 可以打得到了 但是嗆衰的人也是大有人在 中廣統事長趙少康說 大家千萬不用急著打高端 因為BNT就快來了 告訴你 高端千分之一的副作用好可怕 難道你要打 此連保護力都不知道的疫苗到身體裡面嗎 另外是臺大前感染科醫師林氏弊 林氏弊醫師則說 寧願選AZ來打 他說並不是瞧不起國產 而是因為AZ在全世界 已經打了上億劑了 比較多實證可以作為參考 那就請教一下這個學偉 你怎麼看藍營對這些 疫苗施打的疑慮 包括什麼特權疫苗 插隊疫苗等等 但今天有個吊詭的現象 就是像莫德納疫苗 你明明知道 這個國際間這個可能會有缺貨的情況 很多國家都要不到 可是今天這個指揮中心 所公布的數字 大家嚇一跳 這個我堅持 就是要打莫德納疫苗的 竟然人數不減反增 快要破四百萬了 什麼狀況啊 我希望這些人在批評我們國產疫苗 還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就像蘇玉峰醫師講的 賢貨才是買貨人 你嚇貨到要死對不對 那希望你們把袖子捲起來 你去打國產 對不對 我是覺得說 像林士兵醫師講說 寧願寫AZ還打 不要瞧不起 不是瞧不起國產 是因為AZ全世界打了上萬句 叫做實證可以參考 對不對 這個當然我也知道啊 問題是你今天不打的話 這個國產疫苗哪裡來 實證可以參考 你告訴我對不對 所以大家都不打的話也不行啊 我一直在強調說 這個打疫苗 就是我們醫學倫理裡面講的 就是自主原則嘛 你今天誰要打 誰該打什麼 每個人都有他的自由意志 不會像蔡英文總統這樣傳說 蔡英文總統逼你打 還用吹劍叫你打對不對 不可能有這種事情發生 那當然我今天講說 今天高端疫苗 我就講說 我到目前我沒有打疫苗 對不對 很多人講說 你不是很早以前 就已經通知你去打了嗎 我就是要等國產而已 你把他灌對不對 所以我就跟你講說 這很多事情的話 就是每個人的選擇啦 對 你也不用去唱衰 或者是要求別人 要跟你做什麼一模一樣 我是跟你說 今天輪到你去打就去打 我就說台灣人很可愛 對不對 為什麼台灣的覆蓋率 會一下子衝到37% 就是因為你輪到你 他就去打嘛 對 那問題是現在是怎樣 問題就是沒有疫苗 這個是我一直在強調說 這是執政黨你該面對的一個問題啊 對不對 我五月中就已經開始講說 問題就在於疫苗啊 那現在所來有疫苗方對不對 那可是我講說 像這些人在批評特權疫苗這些人 我也是一直在批評特權疫苗啊 對不對 你照年齡 從一開始的時候 只要照年齡一直打下去的話 就沒有這些問題啦 那你今天講像林毅華講說 國產疫苗生產倉儲跟物流人員 怎麼那麼對呢 那我今天如果生產國產疫苗的人 在接觸在保護 在負責運送這些東西的話 我如果沒有保護 你如果去圍到怎麼辦 對不對 所以那時候不是又倒楣 又栽贓給國產疫苗 所以他當然有必要啦 那是不是說每個人都有必要 那當然還有很多可以考慮的地方啦 那我就講說 今天那個陳時中部長 他也已經確定了 他也自己也講了 國內現有疫苗庫存告急啊 為什麼 因為醫院登記的人 是遠遠超過供應量嘛 那我就講說 很多你政策當然不可能完全都正確 可是錯的地方 你就要承認錯誤 你就應該修改 當初開放醫院登記的時候 我就講過說 這個叫妄媒止渴啊 因為我們早就看得到 八九月就是一個疫苗荒的時候嘛 所以你現在執政黨 該注意的一點就是說 現在政策接下來八九月 會再有一波民怨出來 為什麼 因為很多人他就打說 打疫苗的話 第五輪打完之後 現在AZ跟莫德納 只剩下六十一萬劑嘛 對不對 那你打的時候 你在八九月的時候 八月底到九月中間的時候 會有一波 就我之前打了第一劑的人 已經間隔十到十二週啊 所以接下來這些人 要開始打第二劑啊 對 所以那個時候又有一個 接種的高峰期啊 那等到那時候高峰期 你要是沒有疫苗的話 你說民怨會不會出來 或是醫院登記 不是登記什麼 對不對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個執政黨應該要去 蓋過承受這樣的一個風險 跟一個評估啦 那現在陳時中部長 他也是把那個規則訂出來 他說有貨先充第一劑 不排除拉長兩劑的間隔嘛 對 我就跟你講 其實我身邊很多 我為什麼一直在講說 對這種疫苗方這件事情 我很在乎你知道嗎 因為我身邊很多年輕人 現在第一劑沒有打的 全部都是那些年輕人啊 我再覺得我就是年輕人 我第一劑都還沒打 你等高峰 對 因為我就跟你講說 現在這些年輕人 我常常講 他是一個社會的中間 一個主力啊 我上個禮拜在節目中講到說 很多人包括我們內湖 這個地方的話 你看就供我們外面 這個公車站牌 一個人行道上面 就擠了一兩百個人啊 這些人每天是暴露在高峰險 危險族群裡面 可是他們沒有打疫苗 所以你說這些會不會 成為一個民怨 當然會嘛 你國家的那個經濟收入 納稅都是這些人在納稅 對不對 問題是疫苗 我哪有白人生怕 年紀大的人可以打 我沒有意見 可是我之前就講過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 就是直接插隊 所以你看 現在讓人家一直有話 講說特權疫苗怎樣 那我就講說公佈一下 查一下 到底誰是真正的特權 像有些是真正的特權的時候 你真的要調查 對不對 你的罰則 我之前也呼籲說 指揮東西說 你趕快把罰則訂出來 這些特權疫苗 還有插隊的那些人 為什麼他可以先打到 而且現在你看 第一劑沒打都是年輕人對不對 對 那他現在會不會覺得說 為什麼現在疫苗來 又開始給這些第一劑打過 要補打第二劑的人 那他會不會視為說 這個也是一個特權 對不對 所以這個會造成一個社會對立 所以幸好說陳時中部長現在講說 他現在的政策就是有貨先充第一劑 不排除拉長兩劑的間隔 幸好他是有這樣的政策出來 否則我跟你講 現在是社會對立 大家說我一檔都要做到 為什麼那些人可以先做兩檔 對不對 這個就是社會對立產生的由來 說一次比較壞 現在還在立場請 隨人顧四名 對不對 那今天有的打就去打 那問題是 如果這是因為政策造成的話 那大家都更不爽對不對 那我是覺得說 其實有時候 很多民眾把自己的生活習慣 或者是防疫措施做好的時候 現在疫情我們已經慢慢趨緩了 像今天 黃珊珊也講說 台北市佳齡也高興到時候想跳舞 對不對 所以你看已經高興成這樣 當然是佳齡 我們都應該給他恭喜 我很喜歡看到佳齡對不對 可是現在就是說 疫苗來的話 供貨真的是很吃緊 包括南韓你看 他接種BNT跟莫德納的 延長已經由四週延長到六週了 才施打第二劑 加拿大也延長到十六週 那台灣目前暫定是十到十二週 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產生這種情況 就是因為那個莫德納在七月的時候 因為他實驗室裡面的失誤 造成說 而且他沒有預留的庫存 造成很多的供貨都吃緊 所以他們現在慢慢把這些補上 我也希望說 政府你跟人家採購了一些疫苗之後 你可不可以派幾個人發揮一下 像郭台銘的那種精神 你就直接去盯哨嘛對不對 而且說之前人家講說 我們現在跟美國關係正好對不對 那莫德納是美國之光嘛 那你應該要不要加強一下 跟美國溝通一下 看能不能賣給我們 不是說送 賣我們莫德納跟搶先 那個什麼領先出貨對不對 最近很多人都在開始呼叫小美琴 對不對 小美琴拜託一下 你可以去說一下 當然我們現在都講說 本來遇到這個疫苗枯水 其實大家好緊張喔 那今天52萬劑的AZ進來了 然後最重要的是高端 因為後面能不能夠再進來多少疫苗 我們不知道 可是國產疫苗 至少我們可以稍微掌握嘛 可是你看喔 現在這個 對於高端來講 最近有非常多的好消息 包括越來越多國家 韓國為什麼 我現在要放寬 對這個免疫橋接的認定 因為我想發展我自己的國產疫苗啊 我靠代工也不牢靠啊 我到時候人家要催貨的時候 我還是要給人家 我不見得有啊 那另外就是說路透也講說 現在的這個抗體的濃度呢 幾乎可以確定這個疫苗的效率 是最新研究出來的 所以有越來越多美國科學家 呼籲美國FDL正是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你怎麼看喔 未來的這個免疫橋接 是不是真的可能成為一種 這個世界的趨勢 其實免疫橋接 它並不是一個 21世紀才發明的新技術 剛剛雨昭已經講過 過去我們很多現在在接種的疫苗 其實它就是用免疫橋接 對 那這個高端的疫苗呢 美國的國務院關心到什麼程度 我再告訴大家一個秘辛 美國國務院裡面有一支橫河喉 我們都知道這個洪醫師 應該就是橫河喉是很貴的 一支大概一百萬台幣左右 他是專門做藥物實驗的 這支橫河喉 他是美國國務院的財產 但是當高端的第一劑疫苗 還在實驗階段 就做出來成品之後 這支橫河喉就已經注射了 到目前為止已經打了九個月 那為什麼要注射 他就看我經過九個月之後 這個抗體還有多少 前一陣子呢 美國的國務院呢 又幫這支橫河喉呢 公讀實驗做了南非變種病毒 因為南非變種病毒 現在公認最高拐最難對付的一個病毒 他比Delta更麻煩 那現在結果我不知道 因為這是要國務院來宣布 也就是說 美國的國務院他願意用他很珍貴的橫河喉 然後去做這個幫高端疫苗做公讀的實驗 這代表說他對於高端的期待非常之高 為什麼 因為其實高端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美國技術移轉的嘛 抗原是他給的 連左劑都是他建議的 所以難怪國務院會會關心嘛 所以高端他背後 是有一個很強的技術團隊在支援 當然高端自己的努力也很重要 因為你從拿到技術移轉到 真正能做出符合規定的疫苗 那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美國的國務院 他願意用他很珍貴的橫河喉 然後去做這個幫高端疫苗做公讀的實驗 這代表說他對於高端的期待非常之高 為什麼因為其實高端就是 簡單來講就是美國技術移轉的嘛 抗原是他給的 連左劑都是他建議的 所以難怪國務院會會關心嘛 所以高端他背後 是有一個很強的技術團隊在支援 當然高端自己的努力也很重要 因為你從拿到技術移轉到 真正能做出符合規定的疫苗 那中間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那至於說台灣有沒有去催疫苗 很簡單的道理 大家看不到的事情是 總統身邊的幕僚 這段時間以來 幾乎收集了全世界所有 現在所有做疫苗場你想得到的 他們的CEO跟老闆的電話 都在手機裡面 總統隨時在打電話 連總統自己都在打電話在催疫苗 你說台灣沒有在催疫苗嗎 你說連蔡總統自己都親自打電話催疫苗 對啊他想他只要有時間 他就跟BNT的跟輝瑞的CEO通電話 跟莫德納CEO通電話跟AZ的CEO通電話 所以為什麼總統幕僚手機裡面 會有他們這些CEO的電話嗎 所以不是只有團隊去 我跟你講各國的總統都在搶打電話 我想世界各國 我們總統也是 對世界各國都差不多 只要總統出面能幫上忙的 總統一定願意都出面 對只是蔡總統不會去播給你看 他不會開直播說大家來看 我現在要看 莫德納CEO通電話大家來看 他不會去開直播 那這種事情就是有做就會有效 所以為什麼我們的疫苗 為什麼每次當我們大家覺得疫苗快不夠 突然就會有一批來 對 那就是因為後面有很多人一直在很努力 在一直在催 一直在催這個疫苗快點來 那這一批AZ今天五十二萬劑到之後 大概可以接種到差不多八月底左右了 因為第六輪是高端嘛 那基本上 我們指揮中心他不會一輪兩種疫苗混著打 所以AZ一定是第七輪嘛 那等到AZ第七輪打了 高端下一批大概又出來了 如果食藥署的封肩檢驗流程夠快 然後高端的製造的過程品質夠 因為他接下來的疫苗 高端接下來是台康跟東洋幫他代工 高端自己只做第一批 大概是兩百萬劑 就是單劑型的 就是單劑型的 那後面瓶裝就是別人幫他做 所以我覺得疫苗的問題雖然有點點緊啊 但是還不至於到缺到說沒得打 那至於說很多人去黑這個高端疫苗 我覺得是有點無聊 比如說趙浩康 他講說千分之一的副作用 就是他講的是那位人體實驗打的時候 這個有點顏面神經麻痺的 趙浩康自己也是學理工的人 照理說他受過這個自然科學的訓練 知道你要確認一件事情 這在任何實驗都一樣 你要確認一件事情前後的因果 關聯性要非常確認 你才能確認 這個人的確他參與人體實驗 他接種完高端疫苗之後 幾天之後有出現顏面神經麻痺 但是他之前是有感冒 我不敢講他這個顏面神經麻痺 一定是感冒所引起的 因為在醫學上的確 如果是那種病毒型的感冒 的確有可能會造成你的顏面神經麻痺 這是有的 那是不是高端疫苗引起的 我覺得高端比我們還要關心 高端比我們還要關心 那將來在高端的訪單上 會不會寫會 因為這個是一個 醫學實驗的倫理的問題 你就算只有一個人發生 你都要寫進去 這是規定 所以你將來在訪單上 一定會看到有顏面神經麻痺 那可是問題是 我們現在無法證明 那如果依照趙奧康的邏輯 那AZ更黑心 他的訪單上連血栓都沒寫 為什麼沒寫 因為發生的機率是百萬分之一 請問哪一家藥廠人體實驗 做到百萬人 他在做人體實驗的時候 根本沒有出現 他是後來大量打了之後 可能打了幾百萬劑才出現 有人出現血栓可能有關聯 所以我可以預料將來高端 當你第一批不管是50萬劑 80萬劑打下去之後 一定會有一些 可能在訪單裡面沒有出現 或是說可能稍微比較 嚴重一點點的副作用 我在猜應該會有 可是所有的疫苗 其實他在講都有風險 誰可以跟我保證 有哪一支疫苗是沒有副作用的 你告訴我被某一些人 譽為這個全世界 可能是全宇宙最好疫苗的叫BNT 因為他們還沒打到 沒打到疫苗永遠是最好的疫苗 BNT日本打很多 日本BNT就是因為打完BNT之後 發生了嚴重不良反應跟副作用 其實很多 所以我覺得不要去污名化我們的高端 就今天臺灣能有生產國產疫苗的能力 我們是領先者 免疫僑界我們是領先者 結果被國民黨之前搞到 好像我們在考試在作弊一樣 而且平良心講拿什麼生命開玩笑 蔡總統自己都要去打了 對啊 我們明明是基歐生 我們明明是領先者 結果被搞成像在作弊 那結果現在日本韓國在抄我們 OK啦 我考驗鑑你操耳沒關係啦 但是請還給國產疫苗一個公道 可是你看臺北市長 克文哲對高端就意見非常的多 然後他甚至認為說 政府這個護高端護得太過分了 然後去阻擋了 這個國際疫苗的這個採購的這個時程 而且因為他不信高端 所以他說臺北市要自己買 而且要花這個六十億 那今天進行討論 等一下再問這個看法怎麼樣 那另外就是這個萬華茶室副業的問題 看起來呢 克文哲到目前為止 是不是還是蠻堅持的 他說呢 他根本沒有逆時鐘啊 因為呢他是有條件的開放 他認為現在罵他的人 都是這個中央廚房的這個認知作戰 那你怎麼看喔 這個現階段在九月份的時候 開放萬華茶室 真的不會有問題嗎 那這樣講啊 其實我們看疫情很重要的是說 要從一個比較客觀的角度去看待 不是說盲目的說我們自己做的好 但是也不用說看到有很多人在罵 就覺得臺灣要完蛋了 要沉淪了 因為我們如果從這個整個疫情的曲線來看的話 五月中一直到現在 因為大家真的都非常的努力 所以我們確實也達成了其他國家 沒有做到過的事情 在這邊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澳洲的學者 他在他的推特社群上面所發表 這個學者呢在今年五月的時候 他也同樣的在推特他曾經PO過一個文章 他說臺灣過去一年半做得很好 可是呢現在卻爆發疫情 是因為呢對於縮短航空人員的隔離期間 太草率 他那個時候用了一個字說臺灣太自滿了 自認為很安全 所以導致疫情爆發 不過八月七號的時候 大家可以看到他PO了一個新聞 他是什麼呢 下面這個曲線是臺灣的疫情曲線圖 我們的確診的數字 那這個數字呢 讓這位澳洲的學者嚇一跳說 原來我們從這個大爆發的曲線 現在已經走到什麼 現在已經走到一天大概實力上下了 為什麼他特別PO這個 因為他說在幾個月之前 臺灣呢是有一個major outbreak 一個爆發啦 但是臺灣沒有放棄清零的目標 所以今天呢 他們成功的降下來 到了10例左右這樣一個數字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防疫的成績 在五月的時候確實破功 但是因為大家現在很努力 把他壓下來之後 從外國人的角度來看 看得很清楚說 臺灣到目前的策略 防疫的策略是有成效的 現在也給大家看一個數據啊 在這個追的過程當中呢 其實我們這邊你去看 這是一直到今天統計最新的 最新的一個數字裡面 我找出了我們亞太地區 就亞洲跟太平洋 包括澳洲跟紐西蘭 疫苗的至少打過第一劑的覆蓋率 新加坡這個真的要給他按個讚 比個大拇指嘛 新加坡非常的高 超過七成以上 那接下來是什麼呢 接下來是我們臺灣一直長期 在比較的日本跟韓國 日韓當然也非常的高對不對 那你看再下來往下排是什麼 往下排就是臺灣啊 這個疫苗的覆蓋率 我們從五月份的時候不到百分之十 現在一路衝到百分之接近三十七 那下面呢 大家來看還有兩個富裕國家 很多人都說 我們不要跟比我們貧窮的國家比 但是如果我們跟比我們富裕的澳洲 跟紐西蘭相比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到 甚至紐西蘭的覆蓋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五點九 是比我們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 紐澳也可以說是防疫的模範生 為什麼他們的疫苗覆蓋率 現在還比臺灣低 其實各個國家都有遇到 各種不同的困難 那當然這個各種不同的困難 在這邊也不用一一細數啦 只能說這件事情 並不是說用一個陰謀論 你就可以去掩蓋掉全部 尤其是像我們臺北市啊 說因為中央都不滿疫苗 所以臺北市自己要編預算 第一個這個預算到現在為止 都還沒有送到議會啦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編 第二個我要講 他如果真的編了 我一定支持他過 我一定支持他過 因為是非經過不知難 我議會給你預算之後 請臺北市政府去採購看看 尤其是他現在放話說 採購管道沒有問題 一定有辦法買到 一定有辦法買到 對那我就 我還認為說臺北市政府 你要做就乾脆做到最好 你乾脆表現出 你比中央更有辦法 所以你最好呢 給我買到什麼呢 給我買到國際上 有正式藥證的疫苗進來 看你能夠買到多少 對不對 他買得到都可以直接選總統 真的買到多少算你多少 對不對 有的時候有一句話啦 看看你的本事 就站著說話不腰疼嘛 你又說別人說 你叫你去買菜 你買這是什麼 對不對 每天在那邊噼哩啪啦嘛 等到你自己提著菜籃子去買菜的時候 我們可以來看看 你做的到底好不好 做的好 大家當然給你掌聲嘛 但是你做不好的話 其實你過去所有的批判 反彈到你身上啊 像這個柯市長 經常批評中央這個 那個哪裡做不好 可是光是臺北市一個阿公店 他就沒辦法處理好啊 之前為什麼會阿公店 這議題帶起來 並不是說有哪一個議員說 市府趕快開放阿公店 是市府自己講的 市府開記者會的時候 自己講說 這個阿公店會專案的去給他輔導 然後呢最快九月可以復業 要再現阿公店的風華再現這樣子 說到這樣啦 那你這樣講 市民會不會覺得緊張 會 市民緊張來問議員 議員去調查資料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喔這個真的是非同小可 不看還好 看更緊張 像我自己調到的資料 從去年八大行業復業 去年八大行業停過一陣子 後來復業 一直到今年五月萬華爆發群聚之間 對於阿公店的防疫機查 我講的是防疫機查 不是什麼違建啊 那種防疫機查次數是零次 零次 零次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呢 有史以來 我們臺北市雖然立了法 說我們的八大特種行業 有自治條例 所有業者你要合法經營就來登記 但是特種咖啡茶室的登記加速是零加 因為他不在那個名冊上 他沒有來登記 不在名冊上 商業處沒有去查 今天講那個簡素培議員說 只開罰五次 他還是把一些其他的 不是防疫的機查算進去 針對防疫的根本就沒有去查 那你現在柯文哲的回應是什麼 他說 你只問商業處 實際上還有衛生局跟警察局 所以是議員帶風向 我建議台北市政府 我在這邊建議 你把衛生局跟警察局開過 這個特種茶室的防疫罰單 記錄拿出來一翻兩瞪眼 如果你真的有去開過幾張 那可能議員誤會你 但如果沒開過的話 你就不要來講 別人是認知作戰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手中的資料 也是市府自己給我們的嘛 說真的 這個議題是你自己拋出來的 那你拋出來之後 沒有任何配套 大家擔心的時候 是不是應該被監督 是不是應該被批評 那你呢 現在反過來講說 你們批評我的 都是抹黑的認知作戰 那我就覺得這個 簡直是倒果為因嘛 阿公店在法律上 就是特種行業 因為他有賠飾 對 那如果說沒有賠飾 那叫餐飲店 對啊 什麼差別啊 餐飲店現在就可以內用 對不對 你知道有個隔板 有個什麼 那你說有些阿公店沒有賠飾 那你就跟我講說排骨湯 沒有排骨一樣嘛 對不對 有些阿公店沒有賠飾 那他就不是阿公店 他就是單純的純小吃店 那就是餐飲店啊 那有什麼開放不開放的 搞不清楚 然後蔡炳坤副市長出來 講說阿公店在線風華 那大家來監督的時候 你又市長就跳出來說 是認知作戰 難不成是蔡炳坤對柯文哲 發動認知作戰嗎 這個一整個亂七八糟的時候 你就知道 批評別人非常簡單 可是等到你自己要主持 大局的時候 你今天講說買疫苗 你知道你這麼厲害 你來做也不會太差 拜託你先把這個特種行業 八大行業的這個大局 給主持好吧 至少在發言上面 不要隨便插槍走火 然後再來甩鍋說都是別人的錯 任何事情講出來之前 先想清楚 因為你是市長 你不是一個政治評論員 你不是一個名嘴 市長副市長市府講話 是要負責任的 比方說這個江啟臣現在呢 他說有醫師發起撤銷高端 這個緊急授權的公投 我要去響應這個戰鬥 問題是緊急授權只有高端嗎 全世界其他國家沒有嗎 反而是李秉穎醫師說 我才沒有看到這個事件 哪一個國家要去撤銷 這種緊急授權的 那到底誰講的有道理 你怎麼看 然後呢 對 現在國內疫苗呢 其實我們也承認 是出現了這個空窗期 所以高端才要緊急上陣 可是這個時間點呢 藍白又去聯手打高端 那所以你們有辦法嗎 然後張斯剛就講了 你們不是說疫苗夠嗎 你現在跟我講說告急 現在第一記者怎樣 嚴了又嚴 你們每天下午兩點的記者會 他反批耶 他反批那個叫武漢肺炎 然後說呢 你們不要在那邊在講幹話 現在到底是誰在講幹話啊 這個啊 我是想說江啟臣的話 大家都可以不用那麼在意啦 因為到九月底 他都不是國民黨主席啦 就會變成一個普通鄉下的立委這樣 希望他好好為選區奮鬥啦 那現在這個就算公投連署過了 兩年之後再公投 請問你在幹嘛啊 那不是年底加入年底公投 他連署過他有一個時間段嘛 所以他這個連署完一定是兩年之後啦 我是奉勸喔 江里城不要想這麼多有的沒有的啦 輸了就輸了 就默默把主席做完就算了 不要再一天到晚講一些奇怪的話 你乾脆就說什麼啊 我們紓困發一百萬好了 搞不好還可以騙到一些老頭子投你啊 那當然啦我們還是要看一下 這個到底什麼東西比較急 那我們現在碰到的問題就是疫苗不夠嘛 疫苗不夠的狀況下 當然就是有什麼就打什麼 這個我們已經宣傳很久了 那我必須要強調 全世界現在都缺疫苗 國民黨啊民眾黨好像都演的 好像全世界只有台灣缺疫苗 那當然他們是刻意要去 打一個沒有國際觀 沒有世界觀的這種研發 特別是柯文哲啊 神神鬼鬼 我沒有疫苗我都知道為什麼啦 對 他們自己都還演說 我有辦法拿到疫苗 那你拿來啊 日本送疫苗可能跟我有點關係 但是我不敢講啦 就是他態度上非常會演啦 那你問他到底為什麼沒有 他也不敢講 講白一點就是其實就是在演啦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 國際上現在整體是沒有疫苗 我給各位看一張圖 這張圖是國際疫苗每日施打的數量 你可以看到黑線是世界線 紅線是台灣的施打線 那世界的線你可以看到 他從非常低 我們可以看從非常低 假設到三月啊 大概是千分之一 每天可以打千分世界千分之一的人口 他到了大約七月的時候 飆到千分之五 施打量多了五倍 短短的四個月施打量多了五倍 請問在全世界有高科技生科公司 可以瞬間增產五倍了嗎 肝五可能 絕對不可能嘛 所以原本大家可能有一些存量了 打到七月都沒有 你就可以看到打到七月 黑色的線就掉下來了 因為大家都沒有 那台灣呢 你可以看到台灣的線 很快的衝上去 因為我們獲得被鎮雨的疫苗嘛 所以我們很快衝上去 但是很抱歉 因為全世界都沒有了 所以我們的線也掉下來 變到跟世界是差不多的 這是一個世界趨勢啊 這沒什麼好造假 這是國外的網站嘛 你不能說這個是受到 民進黨網軍1450的影響嘛 這個就是一個世界的大的格局 所以大家現在剛剛有講嘛 都在乞討疫苗 不然就是威脅要疫苗 像韓國今天就出來放話 這個他們有一個專門的 施打疫苗的公社 就是一個人民團體 專門負責去施打疫苗的 那到這個現階段 他們已經把手上疫苗 幾乎都打光了 所以他們在記者會上說 他們打算派副手 去美國的莫德納原廠跟他談判 叫他趕快把疫苗噴出來 我必須要強調 8月初 莫德納才因為南韓 一直派人去撩他 才給了他一批莫德納 其實我們七月底 應該有莫德納了 但是撩了很久 只有我們前上個禮 就是上個禮拜來在批啦 就少傻的十萬劑 我們也是有撩到啦 可是韓國不滿意 他覺得我用電話撩不好 所以我要派人直接去撩 為什麼韓國不滿意呢 韓國政府今年一共採購了 4千萬劑 只來245萬劑 很多人說245萬劑很多啊 看一下比例好不好 這是幾%你知道嗎 6% 6%而已 他買4千萬只來了6% 當然要拍桌子 我們台灣買505啦 後來追加100嘛 505我們來了125 約24% 約韓國的大概4倍 4倍左右 所以我們也是算蠻會盧的 這個已經給他盧了蠻多的過來 當然我們希望盡量的多 對啦 那有些人說 那陳時中要不要去 今天有記者問啊 陳時中你要不要去 我想陳時中是比較忙啦 我建議派誰呢 立願啊 國民黨團的正義文去 為什麼他不是有很有名的嗎 立刻要3千萬劑立刻到後 立刻施打正立刻嘛 我認為派他去莫德納原廠門口 開記者會 鬼哭神豪 莫德納一定會妥協 一定會趕快把疫苗批出來 就算沒有也會生 生理石原水給他 那我們不管怎麼樣回歸現實啦 莫德納有他的鐵粉 他就單選莫德納 我必須要講 單選的風險真的很高 就像小弟以前聯考時代 很多人填志願只填台大 甚至只填台大疫學 沒上的話要怎麼辦 就明年再來 現在莫德納如果打不到怎麼辦 搞不好下輩子再來 所以是有點風險的啦 我是建議你就算很喜歡莫德納 就算不能接種國產 你好歹家填AZ吧 就是多買一層保險啦 真的不要硬堵 政府給你一個選項 就像政府給你填台大 不保證你一定上得了台大 台大的量就只是那個樣子嘛 所以這個事情現在不是說什麼 有些人說什麼 我要出國旅行啦 我要疫苗護照啦 先求不會重症 先求不會死亡 比較重要 所以我是建議莫德納鐵粉 該換就換 那我們來回到高端 趙奧康就是又在帶動一波 就跟建議莫德納一樣啊 就說 怎麼可以讓人家去打這種 不明不白的打下去 搞不好有千分之一的什麼機率 我必須再次的在這邊 感謝我們趙奧康董事長 要不是他和國民黨長期唱衰AZ 小弟在上禮拜沒辦法打到AZ 就是因為他們一路唱衰 騙了很多人 所以小弟這種年紀才打得到 好但是接下來我要跟各位講 高端的產量絕對沒有那麼樂觀 也就是說如果你要強打高端 請你在823的這一波 一定要想辦法擠進去 你不要想說後面還會有高端 我還可以有陸續選 目前依照現有的司大安排 可能8月都不會有太多的進口疫苗進來 13號截止16號之後 又會趕快開放登記要記得 要記得你要趕快的 就是他在預約的時候 你就趕快去預約 但是沒預約到我真的是 我必須要講高端很特別 他第二季是28天 也就是說你在8月底施打的朋友 你9月底就要打第二季 所以我們9月8月你看 生產那麼久到8月才勉強 可以開始開打 就算9月的產能提升了 他9月的產能 也只夠8月的人去打第二季 所以如果你8月底錯過高端的人 你不要什麼國產疫苗 怎樣我才不要很抱歉 就算你想要搞不好也要到10月底 所以千萬千萬 我必須要再次強調 能夠有什麼就打什麼 如果有其他進口疫苗也好 不管你能夠排到什麼 盡快進系統 盡快去打 千萬不要再懷疑 那至於趙大康那些人要不要打 這個我必須要強調 9月開始就像剛剛講 開學了 小朋友開始接觸 大家可能降到一級 開始活躍了 會不會有第二波疫情 我是勸大家 最好還是保持警覺 不過我們講到國民黨這段時間 不斷的抹黑國產疫苗 拚命的這個痛批政府 是在圖立高端這件事情 這也讓台大醫師李秉穎醫師 非常不滿的回嗆 圖立廠商天經地義 我們本來就是要扶植自己的企業 可是今天國民黨卻特別召開了一個記者會 我們現場也特別邀請到了李秉穎醫師 請教醫生 因為國民黨今天講說 你說圖立廠商天經地義這件事情 要你去上道德倫理課 而且還要這個李秉穎醫師 馬上退出指揮中心 那這醫師昨天的說法 到底是怎麼說的 怎麼藍茵這麼生氣啊 我想 國家本來政府就是要照顧人民嘛 廠商是我們臺灣的一部分啊 你圖立廠商不見得是有問題的啊 問題是你的出發點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這個國產疫苗 在研發的過程當中 我們有給他獎勵金哦 他進入第一期達到某個目標 我們就給他獎勵金 然後開始第一期完成 又給他獎勵金 你可以說這是圖立廠商嗎 又好像說美國政府川普 他就是他就給更多經費 這疫苗根本還沒有進入第一期 他就已經給了很多經費給疫苗產 你可以說是這是圖立廠商嗎 還有就是我們要發消費券 消費券的話 就是我們的各個商家都會獲利 我們可以說他是圖立廠商嗎 他進入第一期達到某個目標 我們就給他獎勵金 然後開始第一期完成 又給他獎勵金 你可以說這是圖立廠商嗎 又好像說美國政府川普 他就是他就給更多經費了 這疫苗根本還沒有進入第一期 他就已經給了很多經費給疫苗產 你可以說這是圖立廠商嗎 還有就是我們要發消費券 消費券的話 就是我們的各個商家都會獲利 我們可以說他是圖立廠商嗎 這問題是你給這些支持 這些財務商的支持 你的動機是什麼 你的目的是什麼 你的目的如果是為了國家 為了整個經濟的發展 為了民眾 一大群的民眾 那個不能叫做圖立廠商 那個叫做福祉國內的產業 或者是福祉國內的商家 讓我們的經濟能夠復興 如果你做的政策 你的行為 你是只有讓一個人獲利 你自己獲利 或者是說只有讓一小撮的人獲利 其他民眾沒有得到好處 那個才叫做是有問題的圖立廠商 圖立廠商這句話 他不一定帶有貶義 他是其實是政府 本來就是要支扶助我們的廠商 李醫師你可能陷入了 藍營他裡面的一個文字的 一個癥結 糾結裡面 因為圖立這個 他們現在控告的是說 陳時中是圖立高端對不對 他們是講圖立罪 從司法的審判來講的話 那圖立貪污之罪 條例裡面的圖立罪 他是講說政府是因為公務人員 對主管或監督的事務對不對 明知違背法令而行使職權 所以你看你現在就被他們陷入了 一個文字的苛究裡面 他們現在緊咬你就是說 你說認了圖立是天經地義 就好像說你是 跟著他們帶頭違法的意思 所以你剛才是解釋的很清楚啦 可是說需不需要在你用字上面 再做一些斟酌這樣 就是說圖立產生 圖立這個字被污名化 其實我們應該要注意的事情 就是說我們做一些施政的作為 讓產生能夠獲利 或者是能夠產品能夠推出來 這個不是不正確的行為 我們不要去 你如果說你剛剛講的那個法律 就是說你的動機是什麼樣子 你如果是出於個人的動機 你這個你的行為並不會 對於我們的大眾有 有那個好處的話 你當然這個不是錯誤的圖立產生 那個就是有罪的圖立產生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封建開來啊 對 不要扭曲這個說法啦 而且也要請教這個李秉穎醫師 因為其實大家都在講說 比方說現在這個 AZ進來或者是有些人 我現在本來是要等莫德納 四百多萬人 那有些人就擔心說 我可能這個第一劑我也打不到 那打到第一劑人 可能覺得我等不到第二劑 所以現在很多人都在討論說 高端現在到底安全性怎麼樣 比方說他未來加入混打 有沒有可能 如果說他年底之前 可以出五百萬劑的話 搞不好這些打高端的人 都可以打到三劑哦 所以醫生怎麼看 現在高端這個安全性 到底如何啊 剛剛那個安全性看起來是應該是 沒有問題的 因為他是蛋白疫苗 我們從那個學語上來講 蛋白疫苗打進人體 就是在細胞外面作用 那疫苗跟腺病毒疫苗 他連都是進入細胞 包括AZ疫苗 莫德納疫苗 BNT疫苗都是這樣子 是一個嶄新的疫苗的作用方式 進入細胞以後 他有可能會引起不一樣的免疫反應 所以我們看高端會引起血栓 然後這個 AZ疫苗 包括莫德納跟BNT 他都會引起心肌炎 這個其實都是我們在預先 事先沒有想到的 非疫區外的那個不良反應 可能更是跟他這些 獨特的一個疫苗的作用有關 因為他進入細胞 跟蛋白疫苗是不一樣 蛋白疫苗是不會進入細胞 而我們現在所作為用的疫苗 很多都是蛋白疫苗 像BNT疫苗 像流感疫苗 他打了以後就是不會有那個 疫區之外不良反應的發生率 因為他就是在細胞作用 他高端疫苗 還有其他的Novibus 這些都是蛋白疫苗 他大概 你去看他的臨床試驗 都會發生說 他印起來的發燒啊 這些不良反應發生率 都是比RNA或者是腺病毒疫苗低 所以你可以說 從那個 第二期臨床試驗的結果 跟我們過去用使用蛋白疫苗的經驗 這個蛋白疫苗不會有一些安全上的問題 那因為最近藍營又在講說這個 高端EUA這個通過的問題 他們認為應該要公投把它撤銷了 當然這個 這個醫生的看法如何 因為我們提到這個高端 他們一直在強調說 高端沒有做三期實驗 他的疑慮在哪裡 可是像這個獨理學專家 趙明威呢 他就特別強調說 我們的高端 其實是世界嚴 這個審查的過程 比其他的那些國際疫苗都還要嚴格 是嗎 那我們 我們到底有多麼的嚴格 對 我們的食藥署其實是蠻嚴格的 他要求很多 所以你看 我們那個其實上個月底 大概7月 7月我們就開始 已經有抗體數據都出來了 但是他遲遲過了一段時間 才開始又審核 因為他要補件 他要要求 好像好像要要求要補充一些資料 所以有點延遲 也到現在才開始準備要上 所以我們等來預期說 他3月可以開始用了 現在變成到8月的 到8月的下 下半才會開始用 所以他的我們食藥署其實是 非常嚴格 剛剛特別提到說這個趙明慧的說法 他是講說我們的高端 有經過全項的這個檢驗 他特別有提到一個什麼效價 這個測定的這個檢測 他說這個度 這個部分其實非常的這個困難 這就是其他國家可能都沒有做的 他說怎麼把疫苗打到 打到這個倉鼠上面 像這個綜合抗體效價 是很花時間的實驗嗎 對 綜合抗體很花時間 因為你要把抗體跟血清混在一起 然後就是 靜置培養一段時間 然後過隔一兩天 然後再把他拿出來 然後再 弄在那個 那個培養皿上面 然後去觀察說病毒 病毒那個被去活化的一個情形 然後去數那個數目 就有沒有達到他 病毒那個減少的一個預期的目標 所以他的那個 綜合試驗要做幾天啊 他不是像PCR說幾個小時就會做出來的 他的成本也蠻高的 我們 我們醫院病毒是他是意估說做一個 一個人的看綜合性看一次的檢驗要差不多成本要5000塊 就包括他人是成本實驗室的設備等等 而且他是一個比較耗時間 然後就是成本也比較高的一個抗體試驗 不過有一個那個問題也想請教醫師哦 因為最近也有別的醫師認為說 就算將來我們的疫苗是充足了 我們也不可能達到全體免疫 他是只在臺灣的這個部分 那到底為什麼 但如果我們沒有辦法達到全體免疫的話 會有什麼後果嗎 沒有 其實應該是說 我們會有群體免疫的 就是說你 你用疫苗鋪蓋力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這個病毒就不太容易傳染下去 但是以全世界來看的話 他是不可能達到清零 就是說你的一生當中 以後還是常常會得到新冠病毒的感染 就好像說麻疹 麻疹疫苗我們的疫苗 覆蓋力已經95%了 但是我還是有麻疹的威脅 為什麼呢 因為雖然臺灣不會大流行麻疹 但是我們的交通運輸 會隨時帶麻疹病毒進來 我們還是會有小規模群聚 所以像新冠病毒也是一樣 你如果臺灣是一個孤島 完全不跟人家聯絡 你疫苗接種率達到一個程度以後 你就會有群體免疫 你的病毒就會消失 你以後有沒有打疫苗都無所謂了 但是因為臺灣不是孤島 他不是封閉的 我們這個旅客來來去去 國際上其他國家的人 三不時還是會有可能帶著病毒進來 那你那些沒有免疫力的人 還是會發生群聚感染 所以我們 疫苗的接種率很高 疫苗疫情會說 相當 但是因為國際交通的關係 所以隨時我們都可能會有得到 新冠病毒感染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嚴格講起來 應該是臺灣百分之百的人 都要去打疫苗的 預防感染 而不是說只有百分之六七十而已 而且呢 這新冠病毒既然不會在全世界消失 他會以後一直存在我們的身邊 所以他新冠病毒的未來 可能就慢慢變成 一般的呼吸道感染一樣 像一般的感冒一樣 我們就是常常會得到感染 但是呢 根據我們對感冒病毒的了解 就是說你得到感染 或打了疫苗以後 你以後雖然會重複得到感染 但是他大部分都是輕症 他對你的威脅會越來越多 不過這個醫生 因為你這兩天你有特別提到嗎 說連國衛院都很關心 我們的國產疫苗 幾乎天天打電話來問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那個5月的時候 我那時候是 台灣疫苗推動協會的理事 那時候我就覺得說 推動國產的新冠疫苗蠻重要的 所以我就造極的疫苗產 所有的官家來討論 如何去幫助我們的國產疫苗 那時候 我才知道說 我們台灣疫苗 那高端疫苗 他是從 美國國衛院給的疫苗 他說他每天都打電話 來問你的進度是怎麼樣 他滿關心的 我是覺得說我們的食藥署 也要像這樣子啊 就是要很關心他 就是這個 後來食藥署是有積極的參與 就是他就是每個 每個禮拜會定期跟我們的 內國產的產商開會 然後看說產商有什麼 什麼地方有困難 或者是以後 要做驗證的時候 什麼東西要怎麼做 他都會協助他 這樣子才會是積極 建立一個疫苗國家 對啦 就是我們台灣疫苗 其實在國際上是 是屬於領先地位了 現在全世界可以製造新冠疫苗的國家 寥寥無幾啊 我們算是蠻領先的 所以這個東西也是 得利於說我們其實 我們的政府單位也有那個 全力去輔導的這個 這個疫苗的研發 對啊 因為像這個最近 我們現在疫苗不夠嗎 大家都很急嘛 都希望國產疫苗能夠趕快上 總統應該也很急吧 不輸給國衛院吧 就是美國國衛院是蠻急 我不知道他們也為什麼那麼急 他們也是 因為可能是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 他們很關心說這個疫苗 發展的進度 到底是不是能夠很順利的 這個有成品出來 那是事實上我們的一些檢驗 像是動物攻毒試驗 他們也有幫助 他們就把我們的疫苗拿去 然後給那個 那個猴子 做攻毒的試驗 我們有一些數據是美國國衛院 把我們做的 所以這個 其實我們這個可以算是一個 中美合作的產品 那真的是這個太棒了 不過醫生 因為現在很多人也在講說 打莫德納第二劑 可能他副作用很大 或者是也有醫生講說 AZ打莫德納 何必呢 你何必被車子第二次撞過 那如果說是打高端的話 因為我們以前一直在強調說 高端的副作用比較小 所以他如果是作為混打的疫苗 是不是相對的 他的這個副作用 可能也會比較小 讓民眾可以更安心 我們現在對混打疫苗的原則 就是說他必須要有一些研究的數據 才我們才會建議可以混打 那目前國際上對於 混打有一個研究數據的 就是AZ疫苗跟莫德納 還有AZ疫苗跟菲瑞疫苗 他們之間是可以混打的 所以有必要的時候 這兩樣 安利疫苗跟腺病毒疫苗 是可以混打 不過高端疫苗這種蛋白疫苗 他現在還沒有 施打的經驗 所以當然也不會有混打的研究 那現在我們高端的疫苗 如果開始授權使用以後 我們大概會啟動一些 高端疫苗跟其他疫苗 混打的研究 等到大概 大概至少三四個月以後 有正式的一個研究結果 出來以後 我們才會決定說 高端疫苗 可以不可以跟其他的疫苗混打 那你剛才講到說 三四個月之後 或許會有一些混打的研究出來 那現在如果有混打的研究出來 會不會又被人家認為是 白老鼠的一個實驗 那既然現在不能混打的話 那有沒有數據 沒有數據的話 以後 打高端的人需不需要再打第三劑 就是說我們的高端疫苗 其實是根據免疫橋 他已經有很多的安全數據 跟那個看體的數據 而且我們知道看體跟保護律程 相關性 所以才會授權使用 他不完全是白老鼠 所以白老鼠試驗就是說 你在完全沒有一個 其他的那個鮮豔的數據之下 就突然就要使用了 而且我們現在高端疫苗 他那是自由選擇的一個選項而已 你如果不相信他的效率 你可以拒絕去打這疫苗 他並沒有強制力的 那高端要不要打第三劑 你覺得目前看起來的話 現在所有的新冠疫苗 都有人在講說 要不要打第三劑 尤其是國外 因為他們打了他們的疫苗以後 好像這個接打病毒出現了以後 有些人還是會生病 尤其是這些體質比較弱的人 所以他們針對老人 免疫功能不好的一些特殊 族群 他就說要打第三劑 那那個高端疫苗的話 目前還不知道 因為我們還沒有數據 所以我們現在還是建議 只接受兩劑而已 而且現在要打第三劑的國家 還在少數而已 大部分的國家還是說打兩劑就夠了 而至於變種病毒的問題 所有的疫苗都面臨同樣的問題 就是像對 南非跟ZETA 就是貝塔跟ZETA這兩株病毒 他的那個 保護力會 掉的比較嚴重一點點 在其他的疫苗 其實看起來都差不多一樣 就是他的綜合性看體 的效價會下降五六倍 他的效果會下降10到20% 但是對於重症跟死亡的保護效果 是維持在九成以上 那高端疫苗他的綜合性看體效價 也看起來也是一樣 就下降個四五倍五六倍這樣子 所以可以預期 他會跟其他的疫苗一樣 他對變種病毒的保護效果 也是會下降10%到20% 那所以他這個以後是不是要用 高端也要去研發次世代疫苗呢 其實是有待觀察 要看未來繼續監測的資料來決定 李醫師我再問一下 現在高端我還是很注重高端 因為現在外國在南韓 有一個Delta病毒對不對 就是在同一個地點 他只是坐在那邊20秒 他就被傳染了對不對 另外在公益的設計 你說現在怎麼樣 就是那種Delta病毒的感染力很強 就是在南韓出現兩個大學生 就是跟確診者坐在同一個位置 就是那個確診者走了之後 他們去坐那個位置 坐了大概只有四秒鐘的時間 他們就被人家感染了 那接下來還有在外國 還有一個同一個社區 不同的大樓 也有類似氣溶礁的一個傳染 而且今天我們公布的就是 有14例境外的確診案例中 其中竟然有哥倫比亞變異種 變種株 就是變異株 那未來高端 可不可以經得起稿驗 你剛才也講過說 要不要高端 要不要做次世代的疫苗 那現在看起來的話 這個次世代疫苗在高端 應該是列入一個重要的選項吧 病疫病毒 我剛剛講的就是說 病疫病毒對所有新冠病毒 保護力的影響是一樣的 他都是影響10到20% 他並不會說不同的疫苗 對某種病毒的保護力 就特別的強 那至於說什麼 韓國的兩個學生 在沒有打照面的情形之下 做同一個影子 就得到感染 這很明顯就是一個環境接觸感染 就是說前一個人可能就是 在環境裡面就是染染的病毒 後面來的人在沒有打照面的情形之下 他又 可能手用摸到 然後又摸自己的眼睛 鼻子嘴巴 就會得到間接接觸傳染 這個並不代表說 這個折打病毒有特別 厲害的一個地方 那我剛剛強調的是 不同的新冠病毒 他引起的綜合性抗體 跟那個保護力 對於變種病毒下降的程度 是一樣的 所以如果是其他疫苗 面臨到保護力下降的問題 高端疫苗當然也會面臨到保護力下降的問題 那這個問題呢 就是是不是又可以用四四代疫苗 太簡潔 或者是說他以後自然自然的 我們不停的去重複得到感染 這個病毒就變成輕症 我們也不一定要去注意他呢 這個就是要看後續的 那個持續追蹤研究 要國際認證這件事情 雖然啦 這件事情在臺灣來說 大家都好像迫不及待 想要去證明某些事情 那我就先講一個簡單的事情 就是說國際認證呢 其實在臺灣來說 有兩件事情是現在需要被認證的 第一個就是國家尊嚴 那國家尊嚴我相信 剛剛那個學偉哥也講了 柏亞也講了 就是我們其實在臺灣 在這一段時間 不管是像比如說這個澳洲的學者 對不對 他這個態度已經180度轉變了 然後再加上學偉哥 剛剛前面講的這個FM Global 這個網站 他是一個全世界最大工商財經 保險的這個風險評估的一個網站 他都把臺灣目前來說 列為低風險的這個市場經濟 全世界排名第29名 全亞洲只有三個國家進到這個 這個四分之一強 就是有新加坡 日本再來就是臺灣 真的不容易 我覺得這個其實已經做了 非常非常的好 那反觀中國 哇七十一名 其實已經在後面 對 所以我們真的不要對自己望自菲薄 但是呢 關鍵就在於另外一個國際認證 就是我們這個國產疫苗 那當然國產疫苗可以分成兩個 就是第一個 你要不要支持他 對不對 就像是我們國家的這個戰鬥機 你要不要支持 我們買不到的時候 你要不要支持自己的戰鬥機 雖然做出來的不是那種 第五代第六代的戰鬥機 但是他也許不是美國那種內宗戰機 但你要不要支持 當然要啊 但是他可以用 他可以飛上去 可以幫我們去打敵人的飛機 這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啊 對不對 好 那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這個國際認證 跟我們剛剛所講的這個保護力 那我必須拉回這個科學的角度來說 在這個臨床試驗的第三期沒有做的時候呢 確實我們的這個保護力 他沒有辦法算出那個數字來 但是我們其實可以透過其他的這個數據 其實可以推估出來說 他到底有沒有效 他沒有這個保護力不代表他沒有效喔 只是他沒有把它給算出來 所以這是兩件事情 所以大家在這個邏輯上面 要把它分清楚 好 那之前呢 我看了他們的數據 他其實呢 他的抗體 在我們打到身體裡面來之後 在身體裡面產生的抗體 是AZ的3.4倍嘛 那其實就有很多的這個 這個免疫學的啊 或者是風濕免疫科的這些老師呢 醫生呢 他們就說 這個其實在傳統的這個標準來說 他其實是一個正相關的 就是說他沒有辦法算出這個數字來 但是沒有關係 他在身體裡面的這個濃度 如果是這樣增加 這樣45度角增加的話 那實際上他算出來這個保護力 理論上也會這樣子跟著增加 他不會說你這個增加 他這個掉下來 基本上來說不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其實在這一點上面來說 大家確實不用太過於擔心 但是高端是實際上 還是必須要自己加把勁 這是真的 他必須要讓這個疫苗呢 可以真的走到 像比如說這個數字算出來 第二個就是說 像比如說這個Delta 我們現在未來面對的都是Delta了 現在幾乎已經沒有人在討論這個 阿法英國病毒 所以這個這個數據真的非常重要 我再舉一個簡單例子 這邊有很多條 很多條數字對不對 對 這個也是從這個世界衛生組織上面的這個數據 所公布出來的 這個東西呢就是在講說目前幾個國家 特別是會進到台灣的這個幾個國家呢 包括美國英國 常常會有一些旅客進外的回來 然後呢他進到台灣的這些旅客裡面呢 他可能帶有Delta病毒的機率是多高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是比如說第一個中國大陸 中國很多人回來嘛對不對 他目前來說已經染疫的狀況 就是百分之百都是Delta 百分之百都Delta 對百分之百 其實這個我可以幫他們說一句話 就是呢 因為他們之前的數據都沒有上傳 所以他們現在上傳的數據 全部都是Delta 所以建議大家呢 以後你要做數據的話 記得那個有始有終 不要從中間才來 讓你的數據很難看 然後接下來就是像比如說新加坡啦 也都是達到九十幾%喔 那像比如說 在我們附近的像南韓啊 日本啊 其實都很糟糕 對所以這個Delta說實在話 我們如果說要針對這個高端疫苗來說的話 真的你們一定要加把勁 趕快把這個數據算出來 那但是啦 這個高端說實在話 其實他們的技術有沒有問題 那他有沒有保護力 大家也真的都很擔心 那其實他們的這個數據 其實我看過 他們其實到目前為止 有發表過三篇科學文章 可是都沒有人討論 對這也是蠻奇怪的 好我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他們前兩篇的科學文章發表在跟這個自然科學的這個等級 同一個期刊 類似的那個期刊上面 其實還不錯 只是呢 他裡面有講到的東西 太過科學了 我簡單的跟大家翻譯一下 就是呢 他的這個抗體 他的這個疫苗呢 基本上來說 他涵蓋了這個基本上像英國啦 或者是南非啦 這些病毒的這個突變株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S蛋白的這個手 所以他打進去之後呢 他基本上是可以把它給涵蓋起來的 所以他可以百分之百的辨識這些這些病毒 但是呢 那對於Delta來說 基本上我的認知來說 我基本上也是認為他是可以辨識的 只是他現在就是沒有那個數據出來 那其實呢 他們在公佈這些數據的時候呢 他們其實有幾個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的科學家 像比如說這 這個Servalin還有這個Graham 這幾個都是在美國NIH 就是國家衛生研究院 都是非常著名的 這個疫苗設計的這些專家 其實他們都對於這個高端的這個技術 我特別強調技術哦 他是非常非常高度的肯定的 對所以 就這個基本的科學面來說呢 大家其實真的不用太過於去批評說 甚至是帶太多的這個政治眼光 把科學回歸在科學 就是這個東西是好的東西 這個技術 還有他的出發的這個利益呢 其實都是有效的 而且是好的 所以大家不要太用這種有色角度去觀察 所以我覺得是是好的東西 而除了期待呢 有更多的疫苗呢 可以趕快到貨之外呢 五味卷也已經戒然在閒上 只是講到前呢 大家意見都很多 所以行政院現在還在想辦法 跟地方來進行溝通 而很多地方政府呢 現在似乎也磨刀霍霍的準備加碼了 有些縣市他們財政比較好 所以又發現金又發消費券 哇不用吵了 為什麼呢 你喜歡我兩樣都給你 那有些縣市現在是說呢 看各縣市的財政狀況 因為最近剛好也是七月鬼門開嘛 所以各家各戶 今年不敢說大規模的 但是該有的傳統習俗還是有 所以菜市場滿滿都人喔 其實大家是願意花錢啊 現在重點來了 這一波我們要來談到現金券或五倍券 對我而言等一下會來跟各位說 五倍券好還是現金好 但重點是在於現在對於反對黨來說 他只要找到一個洞找到一根針 他就是要刺他就是要穿 所以呢就發生了這件事情 今天某報哇這個真的是看到這一版 我都不知道要說什麼了 第一個蘇貞昌無論如何 他學法律的 對蘇貞昌他可能稍微比較霸道一點 但蘇貞昌他在做事情是中規中矩 結果呢開頭一說現代禁會帝 禁會帝是哪個呢 禁會帝是那個啊 他沒有飯吃喔 他為什麼不吃肉的那個禁會帝 但重點是在於蘇貞昌說 五倍券比現金好 因為現金會被存起來 這句話是對還是錯 對還是錯 等一下我們再來跟各位說 我們會用經濟的模型 用整個很多學者的一個觀點跟看法 但是報紙這樣子一口氣蓋下去 問題來了 他們已經把現金跟五倍券 淪為所謂的一個政治手段了 那淪為政治手段現在就重點就來了喔 你現在一定要批評嘛 對 你一定要批評你才有版面嘛 所以你的批評就是越極端 越辣 越不合理越好 所以反對黨都要抗議 可是反對黨你要抗議 你要按照章法要按照邏輯 你不能夠亂搞啊 談論到亂搞就不得不談論到 臺灣最大的一個活寶 韓國瑜先生 韓國瑜先生最近又在說囉 莫忘世上苦人多 他說拿現金換正新政府 聽不見人民的聲音 到這邊沒有大問題 到這邊沒有大問題 各位問題在哪邊呢 我們來看喔 他去結了一個圖 那結了圖 當然還是他的老話嘛 莫忘基層 世上苦人多嘛 可是他結這個圖當中 他有什麼呢 港愛人民幣 奇怪了 奇怪了 你今天要結一個圖 你就不能夠找一個臺灣的圖嗎 臺灣到處都是圖啊 你們的小編 就是一定要這麼的不用心嗎 好 你到底是否刺香港政府還是怎麼樣 好 我們現在就把韓國瑜先放一邊 我們要開始進入所謂的現金好 還是消費券好 現金當然好啊 各位一來放到口袋 馬上你要花 你要存都可以 然後成本也低 消費券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你可能要花一點錢 或者是不用花錢 因為我們臺灣這次的消費券 如果以到五倍券來說是第三次嘛 從馬英九時代的消費券到三倍券 一直到五倍券 那重點是你如何去擴張他的倍數嘛 那消費券的定義是什麼呢 定時 定期 定額 定量嘛 我一定要在時間之內 那為什麼呢 過了時間之後呢 對不起 你就只能賣到中華路去了 當作是保存品了嘛 因為他後面他就不能夠兌現了嘛 那也就目前來說的話 為什麼學者說千萬不可以發現金 又請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全世界有國民年金制度的 美國 日本 新加坡都發過現金 但是發現金後面發現一件事 就是有錢人不缺 所以怎麼樣呢 我拿了現金 我還是不花啊 那窮人呢 他拿了現金 拿了現金 有些他急嘛 他就是現在生活已經過不下去了 他就趕快拿去花 對 那有些人是想說 我今天都這麼辛苦了 那我這些現金 我要把它存起來 後來還可以用 所以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政府的美意 他的效用會往下摺底 對 會打 會往下摺底 那我們今天純粹就所謂的 標準經濟模型 什麼叫標準經濟模型呢 標準經濟模型就是 我一個變數丟進來 到這個經濟模體當中 這個經濟的模型 能夠讓我去當中去算出來 他的經濟有多少變化 那我一定要定時定量定額嘛 我這個模型才看得到嘛 所以重點是 我今天如果是發消費券 或者是發振興券 三倍券 五倍券 可能要花一點錢 先說可能要花一點錢 但是對於振興經濟 對於擴大誘因 他是有效的 所以對學者來說的話 他們認為千萬不要去發現金 目前也符合蘇貞昌的說法 但對反對黨來說 他現在就是要見縫插針 為什麼要見縫插針呢 你花那麼多錢去印刷 你是要圖利誰呀 對不對 你怎麼做怎麼做 反正總而言之 現在在家當政府的 無論做什麼都是錯的 反對黨 對反對黨來說 他要的是版面 即使他切出來的圖是錯的 是一個香港的圖 還是有人會去討論他 所以我們要進入做總結 現在在討論疫苗 我們希望郭台銘董事長 他今天到捷歌去 能夠趕快拿到疫苗 為什麼呢 因為BNT疫苗 對小朋友 特別是學生 這個很重要 我們希望九月份開始 所有的老師打了疫苗 學生打了疫苗 然後他們去上課了 爸爸媽媽能夠正常的上班 所有的事情都能夠回復正常 社會才會回味到基礎的一個原點 那所以打得到的疫苗才是好疫苗 重點是現金好還是消費券好 對一般的所謂的民眾來說 根本沒差 為什麼 你今天拿五千塊的現金 跟今天拿你五千塊的消費券 你今天不管要去買腳踏車 買機車 買電腦 各位有差別嗎 沒差別 各位重點是沒差別 所以上一次各位還記得嗎 三倍券的時候 三倍券的時候是因為在家上班 所以爸爸要上班 小孩要上課 那個時候網際網路相關 包括了電腦 包括了整個網路 包括了所謂的攝錄影機等等 他們賣得非常非常好 那這一波呢 大家在看剛好到九月 九月是什麼呢 這次五倍券 很多人會全家集資 你知道集資要買什麼嗎 買什麼 買機車 買機車 為什麼要買機車你知道嗎 各位這次的五倍券 後面的效用我認為會可大了 現在上學新三大件 哪三大件呢 手機 電腦 機車 電腦大概去年 大家都已經買好了 所以這波很多人都會說 全家一起來買機車 這個人會很多 還有一個 還有啊 現在跟我們發現天氣越來越熱 對不對 天氣越來越熱 家中的耗電就越來越高 家中哪兩個產品 耗電量是最高的 冷氣跟冰箱 那冷氣跟冰箱 如果你能夠把你家裡面 這些老舊冷氣冰箱 換成新的一級節能的冷氣跟冰箱 你三年四年五年 你省電費都把這個冰箱的錢 冷氣的錢省回來了嘛 真的 所以這波五倍券 目前大家在看 最認真的會是誰呢 最近機車商開始在廣告了 我認為後面大型的家電商 也會來廣告 那對一般民眾來說呢 政治人物會吵 吵五倍券 會跑炒所謂的現金 但對大家來說 各位可以花的就是錢 不管是現金也好 不管是五倍券也好 放到口袋去的最實在 講到賤新券 當然這個藍營唱衰 綠營內部其實有不同的意見 那你的看法是怎麼樣 那尤其是這個馬英九 馬英九就講了 現在誰有心情去存錢 區區幾千塊錢 存什麼嘛 然後呢這個趙浩康 其實他第一次 他是直接講了 這根本就是買票 買票之後 你又說別的國家都發現金 要發現金 那現金如果振興券是買票 那現金是什麼 所以你看這些人的邏輯 那你怎麼看啊 我覺得 趙浩康他們這些人 對於民進黨或蔡英文的恨 超乎我的想像 就恨到你做什麼事都不對 而且他的趙浩康的資訊 他也是節目主持人 怎麼會資訊錯誤到這種程度 香港沒有發現金 香港今年八月一號發的是一個人 我如果沒記錯 應該是一千塊港幣的 他是直接發到電子支付裡面 而且不能換現金 對香港主流幾個電子支付 微信嘛 巴達通嘛 大概四種嘛 他直接匯到 就如果以我們臺灣人聽得懂 就是說現在悠遊卡 不是很多人去便利商店 用悠遊卡付帳嗎 對 他就直接匯到你的悠遊卡帳戶裡面去 那個是不能換現金的 我覺得在討論這個議題之前 我們要先搞清楚 紓困跟振興是兩件不同的事情 不要把他混在一起 就我數學跟英文 你不能考數學的時候填英文的答案 考英文的時候拿數學的答案來填 這樣一定會被死到 所以紓困跟振興是兩件完全不同的事情 不要混在一起 紓困有沒有做到完美 我覺得我相信不可能有完美 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紓困是讓每一個人 都可以被紓困到 因為你不管發再多現金一定會有人覺得不夠 但是我們盡量把他做到讓需要幫忙的人都可以得到幫忙 這是紓困的目的 好今年的紓困 我打臉一下柯文哲 今年的紓困發的已經比去年多很多了 今年紓困到現在九百多萬人是已經發了一千三百多億出去 比去年多很多 當然我不敢講完美 一定還有一些還還需要的人 他可能沒有辦法申請到 這是必然的 好這個部分要繼續想辦法幫忙他們 可以得到該有的紓困 好那現在來到振興 我們現在討論叫振興 好現在是考英文 不要填那個Sigma了 那個不會有分數的 振興的目的是什麼 其實振興跟紓困 其實他嚴格來講他是一體的兩面 紓困是救急你現在快經營上困難 或是說個人快活不下去 我趕快給你錢 你可以維持基本生活 那振興什麼 振興最後的目的 其實也是為了讓那些受到衝擊的產業 他可以繼續經營下去 繼續經營下去之後 他聘請了勞工就不會失業 其實他最後目的其實也是跟紓困 是達到一樣的目的 手段不同 但是達到一樣的目的 好振興有幾個要件 第一個 絕對不能發現金 你發現金一定會存起來 而且會有一個貧富差距 比如說以我個人來講 你今天發給我五千塊現金 對我來講不算多 我可以不要花 我就放著嘛 可是對很多可能他是家庭是月光族的 他五千塊會不會花掉 他會花掉 因為他不夠用 所以他一定會拿去花 那你這個時候呢 就是經濟條件比較好的 他就會把這個錢放著 他就不會拿去消費 你沒辦法達到擴大 就經濟學陳述效果那個目標 第一個第二個時間一定要短 就是說你不能說我振興券 可以讓你用三年 那個就達不到目的 因為你一定要短時間之內 大量的消費 就等於是我們打火 你拿一個小水管在那邊打火 在那邊救火 救不了火的啦 你一定要要大槓才強嘛 那個火才救得了嘛 所以時間一定要短 然後呢 這個不要發現金 好那現在爭議的還有一個焦點 就民進黨立委裡面最多意見 就是說那我要不要拿一千塊出來 這個是討論最多的部分 要不要拿一千塊 其實就是對於原本行政院 因為去年三倍券其實有做過 就是比真正很弱勢的人 我政府就直接會一千塊 到你賬戶裡面去 然後呢 你拿那一千塊去買券就好 為什麼政府要這麼高 那弱勢直接發三張就好 其實這是用心良苦 他是避免弱勢的人被識別 被辨識出來 哎呦你那麼窮喔 連一千塊都出不起 所以丟臉嘛 那我偷偷匯一千塊給你 沒有人知道啊 那你我一樣 我跟你一樣 我跟上一副一樣 我都拿一千塊去買券嘛 就不會去識別化 那今年原本估計是一百零九萬人 那今天討論的結果是說 可能會把這個範圍 再放寬一點 對再擴大一點 我覺得OK可以討論 因為今年看不見的弱勢期 真的更多了 因為今年疫情的確跟去年 真的不一樣 這個是事實 那為什麼要拿錢出來 其實這是一個人很微妙的心理 我今天是不勞而獲 就政府沒事發個五張 這個五千塊的券給我 我可能會放一放我就忘記 我就沒有去花錢了 可是今天我拿一千塊出來買的券 我一定要花掉 不然一千塊去買 這一千塊給政府去買 去買 所以我一定會趕快把它花掉 這是一個非常微妙的心理 當然你說這個心理 有沒有學理上的依據 說實在短時間之前 我也舉不出有任何學理上的依據 但是從去年的那個消費的經驗 看起來好像真的是有那麼一點效果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這個階段當然 如果行政院最後拍板 比如說假設就算是輸 我們用最大的這個range來算 就是那九百零六萬 有接受紓困的人 曾經領過紓困的人 都把他們視為弱勢 那你這一千塊一樣都政府幫你出 我覺得這是對的 其實剛學委講的也是對的 就是說你看如果說像他一家五口的家庭 那你說那個一般像這種好收入的沒關係 可是有一些人剛好就在那個邊界的時候 我那五千塊我很吃力也許他不符合 總統擴大是對的 他可能不完全符合弱勢的標準 但是因為疫情的衝擊 他變成在邊緣那邊上下徘徊的情況之下 也許你要他一次拿個四五千塊出來 對他來講可能會造成一個困擾 對這個家庭來講也許真的會有困擾 那我覺得如果把他擴大的話 其實也不過多八百萬人嘛 也沒多少錢啦 政府也出得起啦 所以我覺得這個倒是一個 不失為一個折衷的方案 但是最後就看行政院標準怎麼定 那因為臺灣很麻煩 就是說很多人講那你就排富嘛 有錢的人就不要發嘛 那一樣假設我本來框一千三百億要發 對不對我就讓窮的人多領一點 這個想法也很好 可是我跟你講你到時候就變成很多 假貧窮的人會領到錢 因為臺灣的所得稅制的問題 你沒辦法去排富嘛 很多那種包租公包租婆 一個月房租收入幾十萬 你去查他所得資料 他是不用報稅的 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乾脆不要排富 而且因為振興的目的是 鼓勵大家出來消費 你是郭台銘也好 你是尚義夫也好 你是中聯皇也好 我都鼓勵你出來消費 因為就是我剛剛講的 要用大缸的水把那個火沖掉 這樣子這個社會才會恢復正常的運作 我覺得最遺憾的地方是 柯文哲就為大家示範啊 他就是搞不懂紓困啊跟振興 會講這樣的話 就是把振興當成紓困了 你講了一大堆啊 說臺北市啊 有發急難救助金這是什麼 這是紓困嘛 結果呢 現在消費券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振興 這兩個呢在學術上的意義 是完全不同 剛才換個舉的是英文跟國文這些差別 我講的是社會學跟經濟學這些差別啦 你這個紓困比較像是社會救濟跟社會救助 基本上讓這些人有把命保留下來 因為呢疫情衝擊 他可能連明天都沒有了 所以這是救命錢 這是社會福利的概念 可是當我們講振興的時候 講的是什麼 講的是經濟效益的最大化了 我們知道拉動經濟成長有四個變數 但是因為我們發的這個呢 振興券的金額不可能無限上康 所以最主要標的呢 我跟他說四個變數是消費啦 投資啦 政府支出啦 還有所謂的進出口嘛 但我們就用消去法來看好了 啊我發個五千塊 你是有可能去買股票 做什麼投資嗎 不可能 還有政府支出 待會兒講到 當民眾拿到現金啊 或者是啊都拿去存錢的時候 政府的這一番美意啊 基本上就被抵消掉了嘛 還有辦法做進出口的 不是一般人啊 那一定是企業或是法人嘛 所以關鍵點所謂的振興是如何 將誘發消費的陳述效果 給他做的最大嘛 所以柯文哲啊 你真的很外行啊 有機會去上上經濟學 或是社會學的話 你就會了解你講這個話 反而是啊 自己頭孔孤立 這第一點 第二點是什麼 我還不好意思嘴柯文哲的 你不小心又野人現步 什麼意思呢 所以暴露自己姿勢啊 含量還蠻低的之外呢 你好意思說 現階段川廳沒解封 或是說呢 現在很多東西沒有營業 說難聽一點啊 台北市現在清零了嗎 台北市今天確診數三例 很重要的地方是 這個黃山山前幾天 大概跳舞只跳一天而已啊 現階段全台灣都在看 台北啊連動的新北 也是所謂雙北 何時能夠清零嗎 或是呢 確診人數可以下降嗎 因為大家現在很害怕 哎開玩笑 台北市雖然現在可以 餐廳開放內用 但是我做 我認識做餐飲宴的人 為他不能不敢開放 他寧可讓人家外帶 他也明明知道外帶啊 消費的額度是比較低的 開玩笑 因為現在啊 社區傳播鏈 隱形傳播鏈 還不知道嗎 前幾天有那個大圓板 確診個案嗎 我一家店啊 不小心啊有確診啊 我氣溜溜了 所以說呢 我寧可還是苦撐不開放內用 請問這是誰造成的 剛好柯文哲講這兩點啊 就被我直接打臉 馬疫九部分 我再慢慢來講 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是啊 大家剛才談疫苗 談免疫橋接 現在呢 我們談啊 所謂的紓困跟振興 啊國民黨這些人呢 到底有沒有拿出任何的實證 告訴大家說呢 振興沒有用 倒是啊 我可以告訴大家 發現金啊 有很大的問題了 來來來來 資料來了 這是啊 找稻田大學啊 跟啊 昆斯蘭大學做實證研究 就告訴你發現金 到底有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逐一來做檢證 第一個 日本民眾領到現金 只有6%到27%的金額 用於消費 這是第一點 第二個是呢 儲蓄率啊 從2019年的2.3%啊 變成2020年的11.3% 第三個最有趣的地方是啊 叫消費的階級化 跟馬太效應 什麼意思呢 本來我們希望啊 是想辦法誘發你出來消費嘛 結果是誰出來消費呢 是比較弱勢 為什麼 因為他家無橫採 所以說呢拿到這個現金呢 他反而真的把它當紓困用 所以說呢 他去買食物 反而呢 有錢人呢 基本上是不出來消費的 為什麼 因為我家有橫採 會有賬 會有保險 所以你會造成消費的階級化 或是負者橫負 負者橫負的馬太效應 錢基本上完全浪費掉 不是拿去儲蓄了 再不然呢 是最弱勢 最沒消費能力的人 去做消費 請問他有什麼樣的滾動 流通跟承受的效果 最後啦 很明顯的地方是什麼 這三點為大家做說明之後呢 這叫做實證研究啊 那我們可以做對比 日本發現金 美國發現金 基本上的經濟效益 是因為有負者的 因為有負者的 因為這些業者的 他其實不一定是 對於這個 這些負者的 一些照顧 可以做 其他資訊 這個資訊 也要去做 其實他就知道 他這個資訊 尼文明 他就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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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就要去做 他就要去做 是一種歪樓 但是呢我必須說 剛才晃哥跟大家說的一個東西呢 是可以做反省的 是不是 政策可以做滾動式的修正 也就是說呢 民進行政本你要瞭解 一定是紓扣 紓困的部分 做得還不夠廣 不夠深 你才會被人家劍蹦插針嘛 或者是被人家歪樓啦 所以第一個部分是呢 在紓困 我說過 救命前的部分呢 基本上要考慮到 莫忘釋泄 而事實上苦人多 真正需要紓困的人 基本上呢你還是要把鈔票 或是把資源放下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部分是什麼 至於要不要拿出 一千塊的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也做過修正了嘛 這是不是稍微也平衡了一下 民進黨派系啊 或是內部啊 對於如何去發這個 五倍券 振興券的 各種的想法 這也大概能夠回應社會的期待